現在來講解A加F3發票號碼 A加F3發票號碼意思是說 那個目前的發票號碼 如果是說12345602 這個發票號碼卡值 或是這個是目前的發票號碼 跟那個發票機的上面的號碼 是不一致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假設是說 如果是目前的號碼是3 你就可以在這邊調整3 按一下確定 那這邊的話這邊02就變03 好我們按一下確定 這邊就03 這時候號碼的話 他就會變成正確的號碼 你這樣子列印的時候 我們在銷售這一筆的時候 01-07 按F12 這時候他列印的時候 他就會 就會跟發票系統的號碼03 跟發票機的號碼就會一致性了